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想跟大家說一下我平時喜歡喝的茶 今天有幾款茶 第一款是這一款 那天都可以在觀察 這個牌子也叫做Blooming Spark 它是100%自然的 全天然的 那它裡面 這款很特別 就是因為它除了裡面有薑 它還有蔗糖 它沒有防腐劑 也沒有顏色 沒有artificial color 那這一款呢 嗯 打開是這樣 裡面有10包的 本身 那現在你看到 剩5包 就是 喝了5包 我已經 喝了5包 那 這個茶呢 是這樣的 是這樣的 那它沖的方法呢 就很容易的 就是 就是 首先 將 一包 整包的份量 倒入一杯熱水 大概 嗯 150ml 左右 然後 再攪勻它 那你聽到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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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是粉來的 那你們喜歡喝冷的茶呢 可以加冰的 可以加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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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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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芳絲 然後再練在 Ginger Bloving Spar 下一種就是我最喜歡喝的 其實是第二種喜歡喝的 就是玄米茶 我最喜歡喝的其實是綠茶 但是 剛剛我喝光了 所以現在暫時沒有 這個是 京都福壽園 的玄米茶 她的牌子應該是 I am on 茶 她的牌子應該是在日本 然後她的牌子應該是在日本 然後她的牌子應該是在日本 她喝了很多 所以還有一點 這一包是這樣的 她的衝髮也是很簡單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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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 你一拌開它 然後呢 她就會是 好像 tea bag一樣 茶包 那 你只需要加 大概100ml的水 然後 然後 焗它 嗯 大概一分鐘 等一分鐘 那就可以喝到的了 那 那 如果 又是 喜歡比較 嗯 喜歡喝涼的 朋友呢 就可以加涼水 那 不過 冷水呢 就要等比較久 讓她的味道出來了 好 那 我平時 嗯 大概每天都要喝一杯茶 爸爸媽媽都很喜歡喝茶 那 其實有時候不只一杯 那 我覺得原來茶 那 味道呢 就 它有一陣很特別的 米的香味 那 那 覺得都幾舒服的 就要喝酒 那 好 那 好 可以 喝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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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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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有一個 Herbal Tea 它特別是在 它沒有 咖啡 它會用 Caffeine 3 這樣好喜歡 可以這個沙呢 因為可以把這個沙呢 是用100%的 recycle 的紙上去做的 紙皮上 這樣做 是 它是FairTree的 product